音樂 隨著放課音樂強烈的節奏 舞者盡情釋放肢體 展現華麗的舞步 源自美國1960年代 中期至晚期的放課音樂 是將靈魂樂 靈魂爵士樂和節奏藍調 融合成有節奏 適合跳舞的音樂形式 放課音樂基本上是一個 屬於律動性很強的音樂類型 踢踏舞用funk的音樂 或者街舞用funk的音樂 其實很常見 但是我們這次做了比較好玩的是 踢踏舞然後又加上街舞 又加上現場樂團 然後用一個funk音樂做基底的 增加很多燈光效果 是屬於比較有氛圍的 劇場的方式去說這個事情 比較不是用音樂會 就是一手一手 然後放了然後就跳舞這樣子 比較是會有一些氣氛 鋪陳 更有氛圍的燈光 應該會感受上比較深刻 瘋狂放課融合音樂與舞蹈的元素 由三位街舞舞者 與三位踢踏舞者 將音樂總監 樹葉與樂團的現場演奏 透過爆發力十足 且具有感染力的放課派對 挑逗觀眾的視覺與聽覺神經 音樂跟踢踏舞 再來就是踢踏舞跟街舞 然後街舞再跟音樂 我們彼此的關係 其實非常非常的密切 我們這三個元素都是主角 就是音樂也是主角 街舞也是主角 不會是伴舞而已 踢踏舞也是主角 也不是伴舞而已 對我覺得這是一個 非常有趣跟好玩的 你可以看到三個元素 都是主角 都有表現自己的機會 可是彼此又因為律動 音樂緊密在一起 對 很特別的 瘋狂放課台北場 將於12月4號到5號 在台北戲曲中心 小表演廳登場 歡迎觀眾一起 隨著放課音樂的節奏 與舞者的動感舞步 將生活中的緊張壓力盡情釋放 記者李錫慧台北報導